第二个读诵 读诵不是光修多文 而是什么呢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修净土 我们读诵只限于 净土无经一论里头 只限于一种 不要动 或者事情繁忙 应酬很多 那我们早晨 早一点起来 多一步无量手机 晚上呢 可能印头多了 晚阔的时候 就多一步阿弥陀佛经 阿弥陀佛经短嘛 这样也行 如果你退休了 你不繁忙了 那读读诵的时间越长越好 早晨 多年不行 无量手机 晚上多一步 这个好啊 多读经什么 对极乐世界熟悉 这很重要啊 极乐世界熟悉了 对极乐世界就生起感情了 就真想去啊 为什么有一些人提起极乐世界 还没有这个往生的念头 他对极乐世界不认识 他要真认识的话 不会有这个事情 太陌生了 对这个世界太熟悉了 极乐世界太深处了 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有情职 对极乐世界美 我们现在就听古人的话 祖师大带教给我们一个方法 把熟处转身 把身处转熟 这是个好办法 身处转熟 那就是必须 无量手机要多多 每天当然能度十遍是最好的 度熟了之后 度一步大概五十分钟 度十步应该四个小时就差不多 所以这不是做不到的 度金之外就念佛 佛号念得越多越好 每天如果真修这个净土 每天至少要十个小时 才能把身处转熟 熟出转身 对于我们居住的瘦破世界 越来越来越深处 这个好 极乐世界越来越熟悉 就是用独从的方法 说法 这个说法 遇到人 谈话的时候 所谓是三聚不离本行 就劝人一手净土 就劝人念佛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场所 一个人 两个人 多数人都可以 不是讲灯坛 讲经说法 不是这个意思 念念都希望帮助别人 认识净土 认识极乐世界 求生净土 对 有这种心 精一行六度 是随时随地 遇到就走 真一行六度 这是把六度摆在宫库里头 避秀口